家有真爱香满亭 宜亲传承何家乐 大家平安 这里是屋檐下的时光 希望愉悦的香气 常漂泊在凌云所爱的家人身边 诗人以婴孩断奶后的表现 其先哭闹、抗议、挣扎 渐渐走向平稳、安静、成熟 来形容一个归入主理的人 在灵命成长过程中会有的表现 从烦躁不安到平稳、安静 从幼稚到成熟 从抗争到顺服 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 安静得平稳的心 大卫经历各种恶劣的环境 生命常常将要破碎 虽是如此 大卫仍然以完全谦卑的心 抓住对神坚定的信赖 生命的情况常常会改变 有时还会使我们觉得自己渺小无助 但我们还是拥有着盼望和满足 因为我们知道 神已经应许永不撇下我们 也不丢弃我们 我们大可放心地全然信靠祂 在灵命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 当我们的生命正经历着一件生命的难题时 是否能保持着一颗安静平稳的心呢 相信神的美意 诗人说 耶和华啊 我知道你的判断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 神让一个人经历秘境 有他的美意 其中的一点就是 让人学习并遵守神的律例典章 诗人向神祷告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我为受苦已先走迷了路 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圣经中有一个人是神所亲爱的约瑟 他被兄长出卖做人奴隶 他被小人诬陷下到监狱 他被朋友遗忘 扔在监狱里面等候 那么约瑟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他是如何依靠神来面对生活中的遭遇呢 神又是如何使用他的精力来塑造他 并且完成神托付他的使命呢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当约瑟在受苦中 因着对神的信靠能够战胜了苦难 也体会了神至始至终的保护 而坦然的见证对想要伤害他的兄弟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会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天的光景 相信神的时候 传道者说 凡事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神为各种自然现象规定了时节 要让世人明白知道神的时刻 明白人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 神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上 都预先定下了他自己美好的时候 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等候 摩西在米甸旷野牧羊四十年 待八十岁时神才呼召他 让他担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重任 摩西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前四十年在王宫里学习埃及一切的知识与学问 好使自己有充足的智慧 中间四十年在米甸旷野牧羊 历经千辛万苦 学会了吃苦忍耐与顺服的心智 后四十年才被神重用 此时他已具备了各种优良的素质 可以升任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责大任 约瑟十七岁离开富家 历经人间极苦沧桑 三十岁时当上埃及的宰相 恰巧挽救富家众人免于饥荒饿死的最佳时机 我们当清楚的一点 神为我们所定的时候是最美是最佳的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祂而来 因此我们当耐心等候 尽心仰望 相信神的慈爱 在我们遭受逆境时 我们要相信神有丰盛的慈爱 如此就能充满信心与喜乐 而终攻克逆境走向坦途 经上说 耶和华 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拉撒路病重 马大玛利亚打发人去请耶稣来 耶稣并没有马上赶去 而是在原地担言了两天 因此 在耶稣到了拉撒路的墓前时 拉撒路已死了四天 并且安葬了 马大与马利亚姐妹俩对于耶稣没有及时赶来 他们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事实证明 主耶稣的慈爱丝毫没有改变 他哭了 哭得那么悲伤痛楚 他让拉撒路复活了过来 耶稣的爱感动了周围站着的许多群众 诗人说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此 在我们遭受苦痛时 我们窃窃要相信 神的慈爱依然在我们身上 永永远远也不会改变消失 相信神的能力 耶利米先知祷告说 主耶和华啊 你曾用大能和生出来的绑壁创造天地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确实 主耶稣也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马太福音记载一个父亲 带着犯癫痫病的儿子去见耶稣 他先求门徒们帮他祷告 不见好 此时他的信心已减半了 故而来到主前求助时 他用的是假设的口吻 你若能做什么 主见他小信就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神的儿女处在患难痛苦之中 并非表明神的能力 已经离开了他 毫无疑问 神的能力依然存在 神让他遭遇挫折和痛苦 也许有神的美意 为了让他得到更美 更多的益处 神让戴以礼及三友 经历下尸坑 入火窑的苦难 并非说明神没有能力 去阻止事情的发生 相反的却是神权柄与能力的 彰显所在 因此当我们遇到患难 经历苦痛时 我们要相信神的能力 依然在复辟和保护着我们 如此我们方有信心与勇气 去克服眼前的逆境 更让我们无所畏惧地 走完信仰的路程 与您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内容 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愿主耶稣基督 似您与所爱的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